我确实干过坑人的事 我确实 有时候我经常说 像我这样的人创业 我跟你说我干过什么事 就有些同学他们问我 老师这边有一个人帮忙去教作品集的画术 大概需要掏2000块钱 然后教作品集画术 这个包能不能报 然后我先点开更多查看 看一下这个人是临时蹭合群白嫖群的 然后看了一下这个人 我没有什么关系 对我把这个截图给你发过去了 对大概这种你见过聊天截图 对然后我就会跟他说 我说我不知道 你可以去看看 这个课没准挺有用的 你可以去看看 那好的老师听你的 我就报了名了 报了名了以后过一段时间跟我说 我靠上当了扯淡了 现在跳退都退不了 你知道我心里特开心 你知道吗 就是那种大仇得报的感觉 是吧 因为就是这种感觉甚至比他掏了钱买了我的课还要爽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这种感觉 就是老师你这课不会骗我吧 我掏了钱买了 还行 还行 这个也不爽 这个也不爽 可能因为我不缺钱 就是这也不爽 但是他不听我的 然后找了别人 然后后悔 这个感觉 特别爽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这是什么感觉 为什么会这样 我也不知道 我当时陷入深深的沉思 就微笑着沉思 你知道 开心 掌钱 而且他也没法找我 找我说问题 后来我这么问他 我说 那这个课 这个课到底怎么样 快别提了 但是 注意他这里边说 但是 老师 我觉得你适合报 这个课 我觉得你挺有帮助的 他还想去扳回一局 你知道吗 他还想扳回一局 他还想我再去 我说 那有钱 我估计报 我估计回报 是吧 那或者说我就算了 我才不会上当 大概意思 他居然还想扳回一局 做梦 我跟你说